伊拉克官員說 伊拉克首都巴格達發生十多宗的爆炸 造成至少63人死亡 180多人受傷 這是伊拉克幾個月來遭受的最嚴重的暴力襲擊事件 這些顯然經過協調的爆炸 星期四發生在巴格達的各地 爆炸主要集中在什葉派穆斯林的聚居點 在幾天前 美軍剛剛從伊拉克全部撤出 襲擊正直伊拉克陷入一場政治危機當中 伊拉克什葉派穆斯林領導的政府 正在追捕伊拉克副總統哈希米 他面臨密謀殺害其他政府官員的指控 但身為信尼派穆斯林的哈希米 在星期三說 總理馬利基對他的指控帶有政治動機 哈希米說 馬利基想在美軍本月撤離伊拉克之制 鞏固自己的權力 哈希米對美國之音說 馬利基控制安全部隊及情報部門 而且不允許其他民選官員介入 哈希米逃亡到伊拉克北部半自治的富爾德地區 以逃避本星期對他下達的第捕令 哈希米表示 美國未能為伊拉克留下一個民主模式 制度伊拉克容易受到輪郭伊朗的影響 在星期三較早時候 伊拉克總理馬利基在巴格達召開的一個記者會上 呼籲富爾德當局交出哈希米 伊拉克總理馬利基 伊拉克總理馬利基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